大家好 今天我继续讲解这个动作 双脚与肩同宽 这是最稳的人体结构 正确的结构就像摆积木一样 能减少支撑用力 达到周身放松的效果 站好后最重要的要求来了 平复心气 平复心气就是让你的心绪和气机平和下来 就像无云的天空 没有人为的角动 这种状态在道家就叫太极状态 如果说无极就是无边无际 太极就是在无边无际的虚空中画个圈 现在有边际了 我们就说这圈里的事 我们往这一站 身体这个圈里有一团气机能量 在里面像云气一样蠕动 你的心意就像风 心意一动云气就乱 心意不动云气就会很平和 这种状态就是心平气和 为什么我说平复心气是重点呢 因为如果一开始 啥都没干的情况下 心气就是乱的 后面动起来 你还能平和吗 无论是静坐 站桩 太极拳 还是其他内功修炼 练的就是这一团心气 无论你怎么动 这团心气都不乱才是功夫 还没开始呢就乱套了 后面就不要练了 练了也白练 越能吃苦越坏事 因为太执着了 妄想纷飞 一身的情绪 乱得身体都吃不消了 还要咬牙链 所谓走火入魔 就是这么来的 很多练内功的 练到一定程度 就想用脑袋撞墙 就是因为他老想着 控制点什么 其实除了积热 肌肉啥也控制不了 于是着急焦虑 明明是静静地站着 内在却乱七八糟 有朋友说 我心气就是平复不了 其实你平复不了的是暗息气 感受到的心气 还是能平复的 比如你现在在气头上 就不要练任何东西 坐下来先消消气 把明显的你能感受到的混乱心气 先调了一下 这就是基本的心平气和了 如果想把那种 折磨你的 久福不降 混乱不堪的暗息气 平复下来 就需要跟我慢慢地练习了 当你把暗息气都平和了 无论怎么动都不乱 说明你有功夫了 谢谢大家